哈囉大家好我是May 今天要教學的招式是Back Around 上次我們學會了Around 但要注意這裡拜學的招式並不是反向Around 而是Around的另一種延伸 首先將筆拿在這個位置 手掌翻過來就是這個招式的啟動姿勢 一開始練習時會建議把整隻手往自己的方向甩 讓筆有足夠的動力繞過食指 熟悉這個招式的感覺後就可以改用食指和中指的力道把筆推出 這樣做起來比較簡潔有力 做失敗的原因可能是接筆的位置錯誤 招式結束時比停留的位置應該要和啟動時的位置一樣 否則就會變成另一個招式 而且也沒辦法做出所謂的Back Fall 當我們連續做出從食指到小指的Back 這就被稱作Back Fall 這招接續的方式是 在做完一個Back時 接一個Pass到下一個Back的啟動位置 然後以此類推 一開始可以先做慢一點 熟悉後再把速度加快 有Back Fall當然也有Back Rise Back Rise用的是連續的反向Back 當我們連續做出從小指到十指的Back Reverse 這就被稱作Back Rise Back常用於各種招式連結 尤其是結尾的部分 熟練這個招式能讓你的combo增添很多變化喔 喔